18世纪80年代以来,在中国,美国,菲律宾,向阳海岸和澳大利亚等地先后发了一种细小玻璃体,有淡绿色的,也有棕黄色的,一般像胡桃一样大小,最小的像米粒,最大像柚子,它们的形状也多种多样,有的成球形,有的成扁果铜,而且含冰量比任何岩石都低,这种自然体在地球上是十分寒过,它们是从而来的呢。 许多年来,科学家们一直在寻它的缘,但始终是个的迷,无法找到答案,有人说,这些玻璃体是饮食从地球外面进过入大气层时重新融化后成的,所以又叫它玻璃饮食,也有人说,大饮食撞击月球时产生的高温和高压引起爆炸,使岩石粉末和石块抛向四面八方,形成了辐射纹,其中一部分飞离月球,落到了地球上,20世纪60年代末,阿波罗号登上月球以后, 人类的足迹开始在月球上出现,在月球上,mead it,人们发现这种玻璃体比比皆是,阿波罗号取回的月尘样品中,玻璃体占二分之一,而另一个探测器取回的月尘样品中,玻璃体有着不同的形状,有球形,椭圆形,拉长状,不规格雅铃状,表面还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空洞, 这就足以证明地球上的玻璃体来自月球,1978年,英国《自然》杂志报道,美国科学家对鹦鹉螺进行了研究,解剖了千百只鹦鹉螺后,科学家发现它们是以外地上的生长文,默默地记载着月亮,在地质年代中的变化历程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,这种生活在太平洋南部水域为地球上,的活化时,它是一种奇异的人体动物,身上背着同温牛有点相似,外壳呈灰白色,腹部结白,背部有棕黄油隔膜分隔成许多小事,最爱的一个小事最大,是它居住的地方,叫住室,其他小事,体积较小,可储存空气,叫做室室,和板中央有室管联通气室和热体,英武罗,依靠调节室室里空气的数量, 使自己在海中沉浮,月间来到羊面吸取氧气,白天就转移到海洋深处,改为艳养呼吸,英武罗在吸取氧气的时候,要分泌出一种碳酸钙,并在它的北颗除框处储存起来,白天,在艳养呼吸过程中,碳酸钙会慢慢地溶解,并留下一条条小槽M-M-生长文,有趣的是,英武罗的壳很大,有许多弧形隔板分成许多个小事,每个细室之间的生长文约30条, 同现代的朔旺月十分接近,生长文每天长一圈,续世一个月,美国科学家还考察研究了新生代,中生代和古生代的英武罗化石,发现同一年代化石的生长文相同,不同地质年代化石的生长文就不同, 新生代的罗壳上是26条,中生代凡月纪的罗壳上是22条,侏罗纪的罗壳上是18条,古生代十太纪的罗壳上是15条,奥陶纪的罗壳上是9条,由此,人们可以设想,在4亿多年前,月球绕地球一周是9天,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月亮的公转周期逐渐变成于5天,18天,22天,26天, 而现在则是29天多,他们还做了进一步推算,得出的结果是,4亿年前,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只等于现在的43%左右, 7000年来,月球已缴年94.5厘米的速度离地球远去,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半星,从王开始围绕第一圈的后起,就已经存在着离开地的可能,只是因为它被地球强大的吸引力缓留住了,所以没能很快离开,那么今后会怎样呢? 另一些科学学家通过对日时的观察,根据3000年间的天文记录计算,发现月球正在以年5.8厘米的平均速度慢慢地离地球远去,科学家得出的月亮脱离地球的速度虽然不同,可是一致的是,月亮正在缓慢地离地球而去,长此下去,月亮总有一天会飞离地球,逃之天妖,这倒不用启人忧天,因为那将是千百万年,几一年甚至几十亿年以后就会飞离地球,到那时候, 随着科学的进步,人类也许有可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挽留月亮,让这颗美丽的仙球永远陪伴着地球